在世界疫情依然严峻的当下 能够享受大自然分多金是一件奢侈的事 尤其是在大楼林立的台北 能够只剩绿地更是难上加难 南港拥有都市能量 同时拥有南港山系丰富大自然资源 成为台北市天然负离子密度最高的地方 同时也被称呼为东区门户之费 除了有丰富的绿地集结了车站软体生计会展文创中心 加速南港的蜕变成为信仪计划区的翻版以及延伸 南港区也成为购物族的热点 房产的发展也是潜力十足 德杰宇森是由迈入50周年老字号开发商德杰集团 加上亚洲豪宅设计团队 还有日本大领组共同打造 光看这个接待中心就觉得非常的尊绝不凡 今天就让我们来开箱南港的指标建案 德杰宇森 哇是不是非常的高贵雄伟呢 这是由50年建筑经验的德杰 与日商大领组共同打造 说到大领组你可能不熟悉 它的代表作有东京晴空塔 大阪城天守阁 关系机场以及伦敦金融时报总部 在台湾则是有W Hotel 市政府转运站 都是它的作品 是不是非常惊人呢 这里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用步行就可以到达四铁共购的南港车站 而且还有三大国道汇集 许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 南港区将成为被台湾最大的交通枢纽 以及发展中心 而这里的房市也成为当红炸子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室内空间 这个建案买气非常的旺哦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三房四房的房型 一进来可以感觉到这个明亮方正的格局 而且呢都有设计对外窗 房间内没有暗示 窗外呢放眼望去满满的绿域 视野非常的舒适 如果家里的格局很阴暗 采光不好的话 那回到家心情也会非常的不好 不过一进来这里哦 非常的明亮 嗯 心情已经非常的舒畅哦 我们来看一下55平的房型 这里的卫浴呢 采全开窗 而且干湿分离 主卧室的卫浴是四件式干湿分离 独裂的厨房方正开阔 可以规划 双排橱柜设计 接下来看一下44平的房型 有着前后阳台 可以规划多功能前阳台 同时后阳台有充足的闪意空间 独立瓦斯炉厨房 让你大展厨艺 不论是商务人士还是有小孩 想要长期居住的家庭 这里都是很帮的选择 绝佳的利益环境 贴心的设计规划 德杰宇森等您来鉴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